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所有动物都可以游泳的? 虽然很多动物都能游泳 但是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自然或熟练地游泳 有一些动物具有令它成为出色游泳者的适应能力 而其他动物可能游泳困难或根本不懂得游泳 以下是一些例子 1. 水漆动物 某一些动物例如鱼类、海豚、海豹和水泥 它们非常适应游泳 它们流线型的身体、旗、旗脚和其他特殊的解剖特征 都能使它们在水里高效移动 2. 半水漆动物 例如青蛙和海龟等两漆动物 它们适合在陆地和水中生活 它们具有有泵的脚或其他特殊肢体 这些特征可以帮助它们游泳 但是可能就会不及完全水漆动物的游泳熟练 3. 鸟类 并不是所有鸟类都是天生的游泳者 但是很多水鸟例如鸭、天鹅和企鹅 它们能使用它们有泵的竹进行游泳和在水中渡航 它们可以潜水、漂浮和在水中推进 4. 陆地动物 很多陆地动物并不适应游泳 它们在水中可能会困难重重 有一些动物由于体型结构的限制 例如短肢或沉重的体重 都可能会影响它们游泳的能力 然而某一些陆地动物 例如狗仔或者一些灵长类动物 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游泳能力 请记住即使是能游泳的动物 它们的游泳能力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有一些可能是强壮而灵活的游泳者 而其他可能只会在必要的时候 或者特定的情况下以游泳来求生 如果你都喜欢这段视频的话 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还可以留言给我们 记得按一下小铃